232 證券時報 博士基金魏鳳春 把握戰略新興產業投資機會 2015年7月27日基金A10導致音證券時報記者導致音對於此輪 A股市場的調整 博士基金宏觀策略部總經理魏鳳春認為 未來在A股市場還是需要把握主導產業即新興產業的投資機會 只不過在經歷暴跌後,未來投資者需要區分出新興產業中的紅鷹和雞 經歷了暴風雨,紅鷹仍然會展翅高飛,但雞卻再也飛不起來了 流動性危機而緩解從6月份到7月上 A股經歷了流動性膚潔,在最危急的時刻,國家出手 緩解了流動性危機,站在現在的時點上 如何判斷這場危機或影響? 魏鳳春表示,流動性危機已經得到了緩解 但是現在市場還比較脆弱,未來還需要繼續觀察 魏鳳春認為,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不是單純的股票炒作市場 資本市場已經是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它被賦予了新身份 即資本市場是中國新興產業的融資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定價場所 思想,如果政府不出手,上證指數可能會繼續下挫 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企業不能融資,中產階級遭遇洗劫,民憤 心會崩塌,因此,政府其實救的是中國經濟,至於這輪調整的影響 魏鳳春表示,一時大家都要適應槓桿 中國資本市場此前沒有槓桿,但是現在槓桿成了常態 如何合理引導槓桿又避免過度濫用 這是個新命題,二時需要思考在實業不景氣以及房地產面臨拐點的背景下 中國的錢會去那裡,魏鳳春傾向於錢只能進股市 三時從產業結構來港,傳統產業面臨去富全去產能 橫向對比來看,無論是希臘,還是其他發達國家 中國的新興產業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對於宏觀經濟,魏鳳春認為,從二季度公佈的數據看 P.P.I.還在持續下跌 中國傳統製造業還在去產能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隨時出擊 中國政府有能力控制局面 但魏鳳春表示,由於美國經濟強勁 美國隨時可能會加息 這意味著美國持續七年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的結束 而從2005年到現在,人民幣經歷了十年升值 未來這兩大經濟體面臨身的變量 新興產業就是小鮮肉在投資上 魏鳳春表示,需要把握主導產業的投資邏輯 而現在的主導產業就是新興產業 魏鳳春舉例表示,從2005年到2007年 博士基金增成功把握了上一輪主導產業的投資機會 在鋼鐵、煤炭、有色等從工業為代表的公司上獲利豐厚 這些公司在當時也不是藍籌股,而是成長股 經過了上一輪經濟周期,這些公司成了藍籌股 從這個國度來說,魏鳳春表示 現在投資仍然是要握現在的主導產業來頭 魏鳳春形象比喻,這就和我們國足一樣 每隔十年,國家隊都需要更換新鮮血液 雖然有些老隊員還是主力,但未來的中國足球不能靠它們了 未來希望只能是在那些小鮮肉身上 對中國資本市場而言,新興產業就是小鮮肉 在具體投資機會上,魏鳳春分析表示 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正面臨中環切割的四大衝擊 一是制度革命,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 國有企業只有在制度上改革才有出路 二是技術衝擊 互聯網技術已經深入各行各業 只有和互聯網技術結合,才受關注,才有出路 三是要素革命 在新經濟的背景下,人列資本等要素被賦予了更重要的角色 四是需求革命 在此前的經濟模式下,公共產品包括軍工、國防、科研、環保、教育、醫療等提供不足 這塊需要補充上來,在四大革命的背景下 魏鳳春看好戰安苦如四大機會 所謂戰,是通過國家承擔高額的研發來實現製造業的升級 所謂安,在現階段 無論是社會治安,還是信息擴存,都須要重新評估和考量 所謂苦,由於政府此前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投入不足 醫療、教育等行業還有巨大提升空間 所謂如,即娛樂,經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社會民司對閉療此落的需求更大更高 因此,體育、文化傳媒等都具備巨大的發展空間 承受不足 承受不足